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一方面 曹操听从军事郭家之谏言 采取了隔岸观火之策 也就是说 尽量避免正面对决 以挑拨敌方造成内讧 进而使其战力疲蔽之计策 就这样 为了争夺主导权 袁潭 袁上 曹操三人 算尽了所有权谋数数 而河北也就因此掀起了一场大风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